Hello 大家好 我是叶晨峰 这几天被上海交通大学招聘保安的一则新闻刷屏了 那则招聘信息上明确写着 招聘岗位是 管理岗 要求是硕士教育学历 硕士级以上 还硕士级以上 意思是 博士来应聘也很欢迎吗 我们来看一下岗位职责 这不就是保安的工作吗 而且还是劳动聘用没有编制 当我认证看完之后呢 心中很怀疑 这是不是假新闻 为了验证它是否是真实的 我们进入一下上海交通大学的官方 来查看一下 这是真的呀 这是真的呀 这是真的是真的 是保安这个岗位对学历有要求 还是硕士学历不值钱呢 读了这么多年书 最后只能做一个保安吗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就知道 这个岗位要求跟我们想象中还是不一样的 上面写着的是硕士教育学历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仔细想一下你发现了什么 没错 他并没有说是非全日制 还是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也就是说 这个岗位应该是针对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 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还尽量远不如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社会认可度也不一样 即使这样 我还是觉得这个岗位要求太高了 哪怕是要求本科学历 我还是觉得不值得去 我又想起了去年看到了一则高校的招聘信息 这个学校碰巧就是我目前读研的大学旁边的一所大专院校 他招聘的是男生宿舍管理员 这个岗位的招聘要求实在是很过分 首先他限制专业 施政类 计算机类 教育学类 心理学专业 其次是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第一学历要求是同招本科 不含专生本以及独立院校 还对年龄有限制 要求35周岁以下 这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 一个大专院校以这种标准 应聘贵校的任客教师都出所有余了 一个大专院校看不起专生本的也就算了 竟然还看不起独立院校的 好歹人家也是正经本科生呀 这下好了我研究生读的是生物专业 连去大专做个宿舍管理员的资格都没了 所以还是好好学习吧 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别去惦记这些没有基础含量 要求还这么高的工作 话说这样的工作真的会有人去应聘吗 好 好 好